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想无论是否支持核四 在于追逐安全的家园和对于经济的成长 舒适的生活是大家人民的共同目标 所以如果一旦支持核四 它的安全一直是大家所在意的 但是对于经济生活的追求 也是人们幸福上的指标之一 我想请教的是 不论是否支持核四 在安全和替代能源的策略上 双方各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 我们首先请支持方回答 回答时间一分半 负责任的这个政府 对于有关假设 你要把核四偏点下去了 那如果过去所讲到的新人员政策 核四如果能够顺利上转 你才有本事 能够把核一核二的话呢 除了这方面的除以外 你甚至要提前除以 那我们可以考量到的 核一电厂的除以时间是2018年 你现在不可能寄望在2018年之前 看得到核四能够正式的上运转 因为你轰存 你甚至还启动的话呢 这个时间是拖拖拉拉的 那过去来看的话呢 负责任的政务 它也不是只有核能的发电 它大力来推动低碳的能源 所强调有推动再生能源 我们规划在2030年 我们要达到1400万kw的量 里面包括水力以外 大部分来自于风力发电 陆上的海上的 甚至还有加上太阳光电 那甚至比较贵的这方面的 干净的人员 像天然气的发电 我们在这边的推动 那如果假设你现在要把核四 封杀掉来看的话呢 要给社会团队给明确的告知 你是不是要重新评估核一二电厂的 到底要不要延绎 不然的话你经不起这方面的电价上涨 对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谢谢 好 接下来请反对方代表回答 时间同样一分半 事实上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台湾没有缺电的问题 那么没有核四 台湾还是电力供过于求非常多 好 那么即使退一步讲说 好 那我们如果说核一 核二 核三厂也除一 那我们晓得那个是等到2025年 才会完全实现 那么距离现在还有11年的时间 这里面替代的方案非常多 我刚刚已经提到过 光气电供升 现在的量都已经足以替代 核一 核二 核三全部加起来 那另外我们过去一直在推动 希望政府加强推动绿色再生能源 你只要把现在不续建核四 可以省下来的钱 也就是说你如果再盖下去 也许还要丢好几百亿 甚至三千亿的钱 你省下来去发展这一些再生能源 一年只要增加一个百分点 11年就可以增加11%的 这一个发电量 就足以取代这一个核一 核三厂 那还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产类 可以给我们一个美丽的飞核家园 那么可以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 这个才是真正应该走的路 好 请金周刊的吕国珍副总组笔提问 提问时间30秒 根据核四道比商不商转这个问题 金周刊有做过一次的民意调查 那总共有54%的人赞成是听见核四的 更有57%的人不赞成 马总统所谓的核四建好安全 无疑在商转的说法 更有74%的人不赞成核四再继续追加预算 那请问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民意 好 首先请支持方代表回答 回答时间一分半 那我的了解很多的调查也都显示 大概接近相同的比例 反对电价的调整 那也有更多的比例 包括产业界 担心缺电 大家认为不会缺电吗 为什么在2000年的之后 核四没有完工 为什么没有缺电呢 你看这边 从1990到2000 台湾的电力成长力每年是7.95% 接近8% 但是2000以后到2010年 成长力是只有2.9% 电力的规划都是在10年以前都要做的 所以在10年前 那规划是8%的成长 但是后来的成长是2.9% 为什么 经济成长力因为金融大海啸啦 货头债啦这些的影响是下跌的 电力效率有改善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你看看其他国家 日本 失落了20年 电力的成长力年平均是1.3 好 请反对方代表回答 时间一分半 我想说就是过去 我们其实民众对于政府 他都一味的用恐吓的方式来欺骗民众 认为如果没有核电 台湾就会缺电 台湾电价就会上涨 但是现在的政府 其实他的威信已经破产了 当他保证所谓的安全无余的时候 请问谁出来保证 当我们的台电董事长敢在立法院里面大声的说 我只负责发电 我不负责安全的保证的时候 请问你要民众怎么相信 我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下 我要发展核电 我要发展核电 再来我们一直过去 当然我们很多的经济学者会一直说 因为如果经济要成长的话 我们的用电就一定要增加 那么好像说经济的成长跟用电是所谓的正相关 我们只要看看去年 我们去年在韩国跟日本 他们的一个经济成长率有多高 但是他们的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平均的用电 却比台湾还低 这就表示显示说 其实我们台湾缺的就是电的管理 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 只为一味的提供所谓廉价的用电 把这些稀有资源廉价的去提供 相对廉价的提供给企业 然后造成我们的整个民生用电 有被恐吓就是说必须要成长 必须要涨价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在整个 目前台湾其实应该现在 如果说核四已经 好时间到 那么接下来是第三位提问人 我们要请这个中国时报的郭时成副总编辑提问 时间30秒 核市场是否要商转 我警救民众荷包 他能承受的会计成本来救教双方 我先请教反对方 刚刚王教授还有李执行长一直讲说 政府在恐吓你们 恐吓的民众 恐吓大家 未来如果停掉的话 核市场停掉的话 电价要涨到四成 可是以日本 他目前的活力发电已经占了九成 他目前店家就涨到四成 那你们希望台湾不复制后成吗 同样问题请教支持核市方的代表 你如果核市是最廉价 但是你又没有 好我们首先请支持方的代表回答 时间一分半 核能发电的成本确实 包括了我们后面厨艺的 还有核废料 核废料处理的这个成本 确实包含在里面 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核电之所以重要 不在于现在 它的发电成本 跟其他东西的相比 而在于说 在我们的发电的组合当中 有适当的核能发电的比例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overall这个全部系统的发电成本 随着国际能源价格改变的机会会比较少 我讲一个假设性的东西 如果核市场在1990年代初期 就顺利的开工 就顺利的建好 我们有绝对更好的更好的方法 来因应2002年 2003年化石燃料上上一波的波动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核电 我们现在建的核电 不是为了现在 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够享受到一些比较低廉的电力 是因为我们有百分之二十的 百分之十八的核电 这些是谁留给我们的 这些是孙云贤时代 这些是李国鼎时代 他们聪明的决策所遗留下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的核电 是为了我们的子孙 要希望他们对能源的危机 对能源的供应的安全 更多一份保障 好 时间到 我们紧接热情 反对方代表回答 时间同样一分半 过去十年来 我们台湾 实际缺电的天数是零天 是零天 没有缺过一天的电 那刚刚讲就是说 虽然那个反核有到百分之七十几 事实上 这个电 并不是全部要看它的经济 还有什么面呢 生活恐惧面 在人权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从日本福岛核灾 苏林策母岛核灾那个发生以后 这种恐惧是难以抹灭的 非常恐怖 随随随行 很恐怖的 还有呢 你就算苟延长春没有发生核灾 这个核废料 你用燃料瓣五年来 要照顾它十万到一百万年 这在伦理上 道德上 我们根本就压榨子孙的 我们子子孙孙的这个 压榨他们的钱 他们一点核电 一度核电都没有用到 却要帮我们收拾上后 要帮我们擦屁股的 这种实在是根本不应该存在 在这个地球上的东西啊 居然我们在这边还哇哇叫 说核电好 核电庙 核电呱呱叫 我们觉得真的要从人性面里面 去看这个问题 谢谢 好的各位观众第一阶段的辩论呢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那么下一阶段的重点呢 会放在这个全国都很关注的 核能安全的部分 你可以支持 你可以反对 你也可以怀疑 但是你不能够不了解 广告回来之后 请您持续锁定 由中心新闻所举办的核四存废大辩论